你們兩個出產的人正在這邊 一起耶 對 然後腳慢慢的往後延伸以後 讓森林慢慢的平行 一二三 YA 好燙 好燙 好 老樣子 RMK的防曬隔離 這是我這半年來最喜歡的 就覺得它很清爽 然後最近又變得很悶熱 就先用它提亮啊潤色這樣 然後 我都用一樣的東西 Bobbi Brown的黑眼圈 我用點的 比較大的 對我怎麼拿那麼大的刷子 應該要拿小的遮瑕刷 稍微點開之後 我再用這個 日本品牌NB的美妝蛋拍開 它美妝蛋巨無敵好用 它就是可以變得那麼的大 然後很吸水 非常的彈 我近期覺得非常驚豔耶 因為已經用了那麼多海綿啊美妝蛋 所以大概 好的 用起來就是這樣吧 但沒有它好強 本日的OOTD 這個是Mini Metals的洋裝 它是藍色 然後撞白色的外縫線 這邊呢有收腰 然後這邊也有收腰 可是它是做不對稱 就是顯瘦效果蠻好的 然後我的這個項鍊呢 是Etude的這個戒指 是我跟Yuna買的寒貨 另外一個戒指呢 這個是Mini Metals 跟Quad by Quad的聯名 Per Coal這個也是 跟Quad by Quad的聯名 這外邊也有看到 鞋子 這是小CK的 我今天真的是超級大包小包耶 就是還有行李箱裡面的衣服 然後這邊也有衣服 就是把一些國際Mini Metals的衣服 帶回公司 不然我衣櫃要包 好 今天終於去吃掛包 然後我的掛包就是花生粉要多 然後要有酸菜 不能有香菜 沒有啦 麻煩 哇 穩定 這樣嗎 它第一動是把屁股往後推 然後腳慢慢的往後延伸以後 讓身體慢慢的平行於地面 其實妳覺得怎麼樣 欸妳像曬傷的額頭 妳幹嘛化妝來啊 做做 好累喔 我要來去剪頭髮了 看起來沒有很長 可是其實後面對我來講 已經 已經就是偏長了 回到家了 我很喜歡我這次剪的耶 因為它比較不會有那種就是剪髮完之後的尷尬 還不錯 下班了 然後現在準備要跟阿滴 志祺千千還有阿伯去吃晚餐 我發現我好像每次錄Vlog的時候 剛好都是拍到我們要去吃飯 到時候好像看起來我們每天都一起吃飯 但其實沒有 我們就是每個月都會固定有一個貪吃鬼小聚 今天呢我們來吃民生社區的附警樹台菜 然後我們這也沒有吃過 可是就是也蠻多好評的 只是說好吃 但是聽說偏貴 那就來試試看 好像蠻漂亮的耶 我們今天是在包廂裡面吃飯 然後它就是一個這樣子 五六個人的包廂 一二三 耶 我回到家了 然後我跟你講真的是好飽 這是我們第一次聚會吃這麼飽 飽到千千也覺得飽 千千覺得飽喔 我要給大家看我吃完之後 我根本就懷孕五個月 你看 這樣 有沒有 我的肚子 因為我平常不是這樣 我平常大概是這樣的 然後先變這樣 好 洗完澡了 我還是非常非常的熱 我最近有在用流津水 因為蠻多人推薦 我想說 欸 手邊剛好有一罐 試著來用用看 目前用下來 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然後很多人是說 很建議濕敷 我之前濕敷了 好像兩次吧 覺得還不錯 就是 好像 好像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是要用久才會知道 就是好像皮膚的 一點點微小的顆粒又不見 那就是繼續觀察下去 精華的話我用小黑暗瓶 然後這個我快用完了 大家早安 我一早呢 就一看到指甲 我就非常受不了 就是有一點點剝落有沒有可能 我現在要來先 卸我的指甲 然後等一下要來開個包裹 是我請日本代購 在日本的Beams幫我買到的一頂帽子 帽子本人 好可愛唷 你們有看到嗎 看不到吧 我是買白色的 然後它上面 這個 像小樹幹 它是 綠色的小樹幹 然後它是這一種 就是夏季也可以配戴的材質 綿麻麻感的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穿這樣 然後就是長這樣 戴著帽子一定爽到爆 但我還是很想試戴 有嗎 蠻可愛的吧 帽子很可愛 我覺得我其他部分就是 我其實通常買這種帽子 都會很擔心 因為我頭很小 所以很容易那個帽子 就是戴起來會太大 很像 一個很大的 喜宴盤放在頭上 我覺得我這個衣裝打扮 就要是帽子再怎麼正確 都會看起來很荒唐 好就加錢看一下 就這樣 化好妝了 我今天沒化眼妝 我今天懶 然後我現在要來拍一個影片 就是開箱 我在日本亞烏拍賣 競標到的Prada寶寶 然後換算下來 折數大概是14折 然後現在我要來開箱 到底就是它實體長怎樣 然後我是怎麼去競標到的 嗨 我剛拍完了 然後我現在準備要出門 跟翠小姐去吃M1 Brunch 我沒有吃過M1 有點弱 因為它其實已經紅很久 好幾年了吧 從從大學到現在 然後我們要去吃 星光三院的那一家 那看起來很厲害 對啊 嗨大家 我回到家了 我分享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反正我昨天穿了一個bra top 我是穿一下下 所以我就想說 可以把它掛在衣架上面 然後繼續穿 結果拿下來 它就有一個超級奇怪的污漬欸 而且完全聞不出來是什麼 就是它也沒有異味 很奇怪 所以我現在要來用 I Hurt拍那邊 反正就是買到那個去子棒 超厲害的跟大家講 長這樣 然後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如果有污漬的話 用BO型的這個黑牌的去子 也很OK 然後這兩個我都會用 稍微在髒地方把它沾濕之後 你就在上面露一露 它就會掉了一點點 可是主要是它是要 針對那個氣泡 它才會發住 你看它泡泡就很多 然後就沒了 是不是很強 然後再洗一洗 它就乾淨了 但不小心 像5組 所以我們要來炒一下 就是我們要來炒一下 之後 比如說 就好 可以 要一批 今天的OOTD就是一件T恤跟女仔褲 然後穿Moebalances 我一樣就是帶了兩條項鍊 這個是Around Moose的 然後這個花的呢我有了比較久 這個是Wolf Service的 然後耳扣一樣是Mean Metals跟Call by Call的裡面 上衣的話是我在日本的古著店 Cena Monica買的 然後褲子是日牌Enquito 又有蛋糕 欸連續兩個Vlog我們公司都要吃蛋糕 豬 來吃包包包 然後它冷掉了所以要來烤一下 它就會被醬烤的脆脆的 抱歉變了一個ASMR的影片 早安 我等一下想要去市場獲全點 就有點不確定 因為現在外面天氣蠻不好的 我在下雨 想說等一下可以去買我想要做那個 番茄燉牛肉的一些材料 我用敏感話題 我覺得這次的春天沒有去年來的熱欸 下雨的時候是真的還蠻涼的 導致我的肌膚就是有一點乾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用Kiehl's的A唇啊 就是在試用 然後我就發現皮膚變得很細嫩欸 然後你看我本來那邊就是這邊臉頰 有兩個小的瑕疵 它也漸漸變得很淡 然後包括下巴也是 我寫一下要買的東西 要買的東西算單純 可是食材就是有點多 我跟你講如果真的沒有寫下來 你站在那邊有時候就真的會忘 然後會被很多食材迷惑 欸這也不錯這也不錯 然後就都忘記買 先來煮個麵 這種燉牛肉 然後擠一下 然後把它封住 一點點 便宜 我可以吃老婆 用水 也好 油 剛牛肉切完條之後就稍微汆燙一下 然後上面有一些雜質之路 就可以把它烙起來了 它看起來很嫩 加一些牛油先下去爆香 然後再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 滾去 加多一點 根本來就切成熟了 煎熟了 煎熟了 再加多一點 煎熟了 煎熟了 煎熟 煎熟 大概煮個20分鐘 然後燜完20分鐘之後 我會再放那個馬鈴薯還有紅蘿蔔進去 然後再把它燉爛 大概10到15分鐘左右就可以吃飯了 我想要先打開來試試看味道 哇好燙好燙好燙 煮好了 我剛有把一些番茄醬糊再撈起來 所以它整個比較不會只是番茄醬 你看這個顏色超漂亮 超下飯 番茄糊可以再真的再少一點 真的加太多了 我第一次用番茄糊 不然之前的話就是用小番茄 我覺得就不會那個味道那麼的 那麼死跟那麼濃縮 還是有差 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就是我叫了飲料 我想要喝1號想要喝好久了 我以前完全沒有喝1號的習慣 但自從我借奶之後 手搖能喝的東西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少 我以前是完全不會脫離奶製品的飲料 然後我就沒有點了之後呢 我就開始點一些 我以前聽朋友覺得好像還不錯的飲料 也就是從此愛上1號 所以其實我是滿晚才加入這個1號的行列 1號就回來了 因為那個1號其實滿精小的 然後我就帶回來的路上呢 買了絞肉、洋蔥 然後把今天中午 我不是番茄糊加太多嗎 所以我就把一些那個番茄的那個醬 撈出來 撈出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做1號裡面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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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2號 3號 2號 加起司片 超級好吃耶 配水鍋酒 哇好成功喔 超快樂的 開心的奶油來用 這個在全店買的 長得很漂亮 來卸掉我的指甲 就是這樣我就沒辦法忍受 因為我昨天做菜什麼的 所以它一定會變得比較可怕 然後我等一下想要試試看這個 這是一個韓國的美甲貼品牌 叫 酷 應該是講念 然後它就是貼在手上 好像 網路上評比蠻好的 我想說試試看 沒試過 我做好了 我試做了一支 但其實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指甲油 因為 就我覺得它的貼片 還是會微微的看到我的指甲 其實長短你可以自己修 但邊緣的那個寬度 就還是沒有辦法 太百分之百的吻合 我覺得蠻適合就是如果你喜歡做光療 然後再夾自己動手做 但我還是 偏好指甲油 等一下跟我爸媽相約去 民藥百貨 他們想要看很大的 那時候輸出出來之後 我自己也沒想到這麼大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那時候哇那我也想去看什麼的 所以說好了那就去 今天的OOTD 上衣的話呢是 Ungrito的 夾兩件 用仔褲的話是Uniflo 然後包包 就是Paul的包包 而好像它是生日禮物 所以我也不知道品牌 你說會從哪裡 要從正門去 要從正門 來 這邊就有囉 你們兩個出產的人 登在這邊耶 一起耶 哇 怎麼樣 很神奇耶 對啊 你幹嘛裝飾掉 明明就很快樂 耶 他把你弄得比較高耶 當然啊 一定要的 怎麼樣啊 那樣子真的還蠻舒服的耶 真的啊 不是那種悶悶熱熱的 你也想代言啊 當然我不行 如果再找50歲的人 可以找他 來吃 蝸牛 我們之前吃過 我吃過兩次 然後還有烤甜螺 其實台北後來就陸續蠻多 餐廳是沒有烤甜螺 所以可以把握機會 我最近在看這個 然後已經到最後一集了 它非常好看 它主要就是在講政府 然後一個弊案 然後媒體要去追查 可是一直擋下來啊 然後一直壓下來 然後一直壓下來 然後上頭就是不斷在教底下的人 怎麼樣去掩蓋事實 但最後事實 有可能會被揭發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它只有六集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負擔 然後一集大概就是一個小時左右 很快的速度就可以看完 然後同一塊布呢 我們有延伸 就是做了這一件洋裝 然後這個洋裝的話 有兩種穿法 就是一種的話 是可以綁上 跟本部一樣的 這一個綁帶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你拆下來 然後我們都是做按門巾 因為其實我們有發現 如果你前面有扣子 然後有幾塊 你整個人就像是 太花 好像要畫圈圈